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正 歡迎收看正在玩什麼這個節目 那麼這禮拜又有花錢的活動啦 那我目前的島只買到玩具島 但是七席地又快要塞滿了 所以呢我們就來買新的島吧 那我們要買的是這個 神秘天空島 那要多少錢呢 齁這裡有寫齁 兩億五千萬 齁兩億五千萬我們就給他花下去 來 以解鎖神秘天空島領取 好那這個島我們已經購買完成了 我們現在要來進入我們的重頭戲啦 好那今天的重頭戲就是我們要來挑戰 普通關卡291關到295關 那挑戰之前呢我們先打一下支線任務 看一下目前可以得到的金幣和食物有多少 齁好攻擊 好直接戰鬥齁 好選火的 秒殺 齁看一下齁看一下獎勵齁 來金幣的部分呢可以得到三十一萬六千五百元 好那食物的部分可以得到三萬三千五百個 那如果你有VIP的話可以再多百分之五十 齁那這是普通關卡的部分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來進行挑戰喔 來從291關開始齁來點進去 好來攻擊齁來 一樣齁戰鬥 來直接打 好OK秒殺 再來292關齁來點進去攻擊 戰鬥 來一樣直接點火的齁來 好再來進入最困難的啊295關齁來點進去攻擊 好再來293關齁來點進去攻擊 這Boss呢等級98我們來挑戰看看 看100等滿新的莓果龍 可不可以挑戰成功齁來攻擊 戰鬥齁 好我們來看一下遊戲的對話康齁 戰士島嗎只要我們打敗毒蛇龍 那我們就是這個島的金牌戰士了 你說呢遜龍師使盡全力吧 好那我們這次選毒的齁 隨便亂打齁來 耶秒殺 好再看一下對話康齁來各位我們成功了 不過如果暴君真的回來了 我們最好聽從魔龍的建議在這裡繼續訓練齁來再點 好如果我們繼續和這些超小魔龍訓練 沒什麼是我們辦不到的 耶 戰役完成 好別掉以信心為經人可能很快就會回來再次侵略龍之國 耶 全部過關啊普通模式全部過關 得到這一隻草藥龍 領取 耶得到徽章 征服者 領取 好的普通模式就是這麼簡單 一百等滿心就可以輕鬆的打倒 那還沒有全破的朋友們大家可以努力看看就可以成功了 好的那已經經過冷卻時間了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295關全破以後 打支線任務他的獎勵有沒有什麼改變 我們來看一下 來攻擊 好戰鬥 好一樣用火的 隨便亂打 好過關 好我們來看一下前的部分呢變成33萬 那食物的部分呢變成3400 也有些許的增加 那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的那今天的遊戲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小鎮我們下次見 拜拜 祝大家都能夠295關全破 拜拜